OdioJun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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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的核政策,使必影响世界上有核国家,美国加强核力量,其他国家必须加强核力量,否则,差距会越拉越大,美国会更加逞强。 可以预测,如果特朗普真的降低核武使用门槛,新一轮的核武竞赛必将到来,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各方面情况都无法与美国抗衡。 俄罗斯唯一让美国心惊打寒的是,俄罗斯拥有数量比美国更多的核武器,所以,如果美国加强核力量,俄罗斯首当其冲会做出回应,绝不允许美国在核武器方面超过俄罗斯太多甚至一起绝尘。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,一步落后步步落后,特朗普现在提倡美国第一,已经被金钱占据头脑的特朗普,会不会动用核武器实现美国的经济目标? 目前谁也说不准,因为特朗普给人的印象永远是反复无常,以致特朗普的前助手班农都说,特朗普可能患有精神病,虽然特朗普是否患有精神病还是一个疑问,但班农的话, 显然给世界各国提了一个醒,对于美国加强核力量,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的做法,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器不可能闲视之,单就现今世界上存在的核武器,都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无数遍,如果美国再在这方面下功夫,其他国家再努力跟上美国的节奏,那么,这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是何等沉重的打击? 美国加强核力量,尤其是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门槛,全世界必须齐声说不,茅台云涅强